是出席的专家学者 那针对今天的这个公厅会 事实上本席听到大家就一致的共识 我们立法院依照宪法的权力分立的原则 事实上就是必须要做一个有效的立法 以及有效的去监督行政 那回应这个部分 其实事实上立法委员的武器跟工具 就是他必须要有一定强度的调查权 这个调查权有可能是资料的调阅权 也有可能是人员相关的听证 而且必须要有一定的拘束力 或者是一定高度的听证权 不然的话像目前 我们目前委员会所进行 像今天这样的公厅会形式 他没有一定的强制力 没有一定的约束 没有一定的规范 对于这样子公厅会做成的结论 对于我们在立法上面 要求相关的政府官员或有关人士 事实上是没有足够的力量 所以在这两个前提之下 本席其实再度的呼应 关于我们这个调阅权的部分 我们在相关的这个大法官会议的解释 尤其在市字585这个部分 他事实上已经明确的肯认 立法委员有调查权 可是我们发现这样子的调查权 调阅权的部分 到底范围到哪里 可以到什么层次 在20年的立法院的运作 一直都没有明确 所以针对这个资料的调阅权的部分 本席是建议 对于这个调阅权 我们应该明确的去看到 我们这一届 从第一个会期开始 发生了几次重大事件 来做修法的参采 像我们在这一次 这个今年的会期 第一会期 我们发现面对的禽流感 面对这个农委会有隐匿疫情 这样的争议 我们立法院却没有办法要求 这个农委会 能够针对这个隐匿情流感的部分 提出相关的书面资料 或者是委员会没有办法 做成任何积极有效的强制的约束 要求他能够提出一个比较具体明确的文件 甚至委员会没有办法主动出级去调查 到底民间拍摄的纪录片 到底内容是如何 所传递的讯息里面 是不是有相关的政府官员 有违法失职 所以对于这样子的调阅权的资料的部分 我们看到我们立法委员的无力 看到立法委员的职权 根本没有办法照宪法的规定来去行使 所以他没有办法有效监督行政 我们再另外看到我们上个会期的时候 在交通委员会NCC委员的审查 我们看到NCC委员有部分提名人 他把他提供的资料里面 有做虚伪不实的陈述 经过委员会要求他必须要补证 甚至做积极的说明 我们却看到委员会没有办法做积极的调查 把这些人事提供有疑虑的 甚至怀疑有不实资料的说明的部分 要求被提名人能够做积极更进一步的说明 不但被提名人拒绝 而且整个委员会也没有办法做积极的行政调查 我们看到我们的国会对于这个部分 只看到立法委员凭一己之力在民间搜集资料 可是却没有办法真正的清查 然后针对人事审查的部分 给予我们的人民的付托 真正的去做好监督把关的责任 我们看到我们在人事审查上面 这样子的一个调阅权利的部分 也一旦的被架空 所以针对立法委员的有效监督行政 这样子的调阅的部分 事实上在我们相关的法律 在相关的议事规则是应该被修改 那针对听证的部分 事实上本席也同意几位教授所提的 事实上我们宪法67条 并没有明确的限缩 什么样的一个备询或是报告或说明 我们立法院应该面对我们新的局面 重新去审思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去让整个公听 或者是听证的程序能够更完备 然后透过这个听证的合法的程序 调查的程序 能够完整的收集资料 来做一些好的立法的品质 所以针对这个听证会的部分 我相信相关的与会人士也都已经有明确的说明 本席在这里只要是要回应就是刚刚杨日清教授 他提出来的书面资料跟口头报告里面 有几点的质疑 他提出一点 他说有部分的立法委员 在国会的议事殿堂 利用议事规则 瘫痪异常 其实本席看到这样子的报告非常的遗憾 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国会 有部分的委员 或是有委员 少数党的委员 会利用议事规则 会杯葛 会瘫痪 那就是我们宪法 他所授权下来立法委员职权行使的内容 就是不够完备 我们立法委员其实就是没有牙齿的老虎 他连一个监察院的调查权都不如 所以我们立法委员 透过目前现在的议事规则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适当的 对于我们所关心的政策 对于我们关心的一些弊案 行政权的失职不当 对于我们想要监督的部分 在个别委员会专业职权行使上面 你会发现所有的委员都是没有办法真正发挥功能 更何况这样子意识规则下列 你会发现你只有所谓的少数遵从多数 你这样的意识规则根本就忽略的少数的关键意见 因为你只能用表决去强化所谓多数的决定 可是你的过程尤其是我们的民主 我们在国会里面不管在谈调阅 在谈公听在谈听政 重点在于民主过程的参与 那个过程没有透明 没有公开 没有赋予任何个别的立法委员 把这些职权的行使可以让他可以发挥 所以你这样的议事规则 你制定下来 你当然必须要利用现行的议事规则 去瘫痪现行的整个议事的运作 否则你少数党 否则你的在野的部分 你永远没有办法透过现行的议事规则 没有办法透过现行目前立法院组织相关的规定 赋予立法委员的职权行使 把真正的我们人民要表达的意见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表达出来 所以对于刚刚杨日清教授 有说我们的国会殿堂里面 有因为他是可能民主素养不够 而利用这样子的程序瘫痪意识 本席在这里甚表遗憾 用这样的文字 但是也非常的强烈的表示 这样子的抗议跟质疑 这个就是我们的意识规则 对于我们立法委员 限缩了他宪法职权的行使 所以我们今天的公听会 就是要来面对这样子的历史发展下来 对于立法委员的职权行使 规定的不胜不当不妥 我们今天要面对的是重新制定新的规则 而不是用原来的规则来去谴责 指责现在的立法委员的表现 所以针对这个部分 其实是本席希望所有的与会专家学者 能够给予更宽广 更开阔的意见 给予我们立法院 重新去省思 宪法67条赋予我们立法委员职权 立法监督权力分立的概念之下 我们该好好的如何发挥立法委员监督的部分 而不是一昧的要求 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 而却忽略了这个民主过程参与的公开 最后在这个杨日清教授里面 他还是不断的提到的 最近一次发生在教育文化委员会 所谓的学生背询的事件 他在书面上面去指责 当时的教育文化委员会的 这个主席 就是郑立军委员 认为说他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好的标准 在议事主持上面 事实上有所谓的不当的问题 事实上本席还是提醒杨日清教授 请他把当天的这个相关的背景资料弄清楚 当天学生不是直询 我再一次强调 当天这个学生站在台上 是针对立法委员直权行使 所寻事件而来背询 他来做说明 他在说明的时候 他的语气也尚没有到咆哮 他的说明的方式 搞不好声音还比本席 现在的声音还小 但是 他对着台下说 难道部长不需要道歉吗 他表达他自己的意见 请问一下 这样子针对 他对于这整件事情的感受 表示意见 请问一下 这里何来有违反相关的议事规定 所以本席对于这个杨日清教授 在这个书面的这个报告里面呢 还有这个口头报告里面 暗示跟民事直指这次的这个学生 在教育文化委员会去列席说明这件事情 认为有不妥 甚至破坏制度这样的质疑 事实上本席认为这样子的意见 事实上是没有看到这次事件的真相 也希望这个杨教授有机会的话 能够先把这个事件的背景事实弄清楚 不要一昧的指责 当天的召委政立军委员 也不要一昧的指责 这个就是学生的不对 这个部分 事实上不管是学生 或者相关的所谓有关系的社会人士 他都有相关的权限 依照我们立法院的职权行使 依照宪法的赋予 他就是可以到院会 可以到会背询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应该要看到宪法的这个规范 而不是去尽量限缩 甚至针对学生的身份 而予以做极度的限缩 甚至否定当天整个事实的真相 最后其实我们针对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的部分 其实我们想回应一下 本席其实针对跟陈其迈委员 李俊逸委员 还有郑立军委员 其实已经有共同提案 针对我们立法委员的议事规则里面 这职权行使相关的调阅权 这个部分其实已经有提案修法 最主要就是我们要回应 我们每一次希望能够针对每一次事件 不管是要求成立所谓的特别委员会 或者是调阅委员会 我们都在程序委员会 遭到这个多数的国民党所背隔 永远不见天日 永远进不去委员会 永远进不去院会讨论 永远没有办法让人民看到 所以事实上我们必须面对这样子的现实 予以法治化 这样的法治化 我们也希望呼吁 这样子的法案的提案 不要再遭到 曾文会的多数党的国民党委员所阻挡 这样子才真正是面对 我们宪法六十七条 即大法官市自四百六十一号 五百八十五号 所赋予的立法委员 职权行使的正当性 也麻烦国民党委员 请你配合 有一天你会下台 有一天你会下台 你也需要一个宪法所赋予的立法院职权行使的权限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法案能够朝野一起推动